第十五章 我又看見在天上有異象 大而且奇 就是七位天使 掌管沒了的七災 因为上帝的大路 在这七災中发尽了 唱摩西和羔羊的歌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蝉雜 又看见那些圣了寿和寿的象 并他明治数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上帝的琴 唱上帝伯人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 主上帝全能者 你的作为大灾 其在 万世之王 你的道徒 宜在 成在 主呀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此后 我看见在天上 那全发贵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災的七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穿着结白光明的细麻衣 空间触着金大 四活物中 有一个把圣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远 知上帝 大路的七个金碗 吸了那七位天使 因上帝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值等到那七位天使 所降的七災 愿不了